調戲 環球製作 我們主引世界各地最地道菜式 家裡可以吃到當地人的傳統味道 由菜式學習當地文化 煮一頓飯也可以當作旅行 阿希,你知道西西里在哪裡嗎 當然知道,意大利南部那邊 很棒 你知道西西里喜歡吃甚麼嗎 這個真的沒甚麼研究 那我們一起研究… 要 來吧 Jacky,聽說今天要做西西里菜式 今天很棒,我們今天做西西里的魚 我們平時在意大利是用劍魚 但劍魚在香港第一難找 真的難找 而且香港人是鹽蟹的 我今天用這隻橙魚 對,西西里菜式在意大利也很有特色 西西里是吸收了很多不同地區的文化 有一段時間是羅馬 有一段時間是威景人 即是白歐那些,有兩個國 有一段時間是會教 還有一段時間是北非統治了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飲食文化 對,你也看到材料會有乾蹄子 這些是中東的影響 有橄欖,這些就是地中海 我們有這隻中海蟹蟹 我也不會說中海蟹蟹 無論如何,是好吃的 我們烘一烘些蟹蟹蟹 烘一烘一會,讓它更香 我們的蟹蟹蟹 然後我們加一點水 讓它可以發脹和軟一點 我們未開始之前 就準備好材料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要切 第一,我們要切橄欖 這個準備功夫就多 但煮的部分就很簡單 又是很適合家庭 也可以在家裡做 也是真的做到的 很簡單,其實它西西里的 跟純意大利的傳統有甚麼分別 是很不同的 其實直到今時今日 北方的意大利人 跟南方的意大利人很不同 好,那些花蟹蟹 你替我看著 鑑鐘替我教一下 好 我們有些新鮮番茄 這些都是切小粒的 這個比較麻煩,刀工就多 是否一定會用番茄 對,你知道在意大利菜 番茄是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但你不能比較 意大利的番茄真的很漂亮 是很甜的 其實西西里更有名的食物 我認識的… 我們稱為麻吉片 沒聽過 那是一種杏仁霜做出來的食物 好像茶餐廳喝杏仁霜 西西里有甜品 像膏一樣 就是用杏仁做出來的 是很好吃的 你可以直接吃也可以 可以混合水 它會融化,可以當作飲品 另外就是檸檬意粉 這個比較特別 檸檬意粉就是帶薯香 因為它用西西里的檸檬 比較香 所以可以做到 你用普通檸檬是做不到的 你只能用西西里的檸檬才行 而且那裡的天氣很熱 所以很容易種菜 其實當地是否很流行用 橄欖和配菜 對 地中海的文化 橄欖油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用來吃,而且用來洗澡 以前希臘的文化 是用橄欖油用來塗身 然後就像刮沙一樣 這樣就當作是洗澡 好像在上歷史課 對,跟我一起就沒辦法了 一定有一點歷史因素 很棒 好,蕃茄到七七八八了 三個蕃茄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即是蓋上魚就可以了 最後是用來烤的 其實這是傳統的做法嗎 其實菜譜是很傳統的 我唯一的改變就是換了… 換了一條魚 對,觀眾也可以的 其實任何魚都可以 斑塊、農鯉 其實很多都適合 蒜頭也切好了 我們的材料都準備好了 我們有甚麼呢 蒜頭、番茄、洋蔥、橄欖 蕃茄、蕃茄、蕃茄 還有很重要的,這個蕃茄 我們有這些,就可以慢慢準備醬汁 先煎一下蒜頭 還有洋蔥 爆香 然後炒香 我們可以加蕃茄 還有一個稠的汁 這個就是我們的汁底味道 蕃茄、洋蔥、蒜頭 但我之前提到的西士尼菜 味道是很複雜的 我們就可以加其他因素 我們加甜,就是蕃茄 用水浸完後會不會… 可能沒那麼甜 甜也會繼續甜 但它會沒那麼硬 只會浸軟 對 你看到蕃茄也放得挺多 所以最後這個菜也挺甜的 然後我們還有這隻蕃茄 這個是酸的 這個是不是在當地經常會用的 對 這些是放北歐的影響力 通常這些,例如吃煙三文魚 就會看到用這隻 這個接近一道菜 可以吃到很多的味道 對 這就是西士尼菜的特色 最後還有香的 我們還有這隻蕃茄 可以加一堆 橄欖,橄欖就是鹹 還有一種咬媽咬的味道 其實最後吃出來會有甚麼味道 你做得好,剛好很平衡 但它一定會加一點甜 我看它有甜酸…好像甜酸鹹 也有… 對,這個味道比較複雜 煮大約10分鐘後 它就會開始漿在一起 這樣你就知道它們可以做下一步 好,當然要調校一點點味道 我們有黑椒 還有鹽 加上一點橄欖油,讓它不太乾 現在我轉它一個小火 讓它慢慢熟 你看到它的顏色其實也挺豐富 也挺漂亮 我們下一個步驟就準備魚了 其實西西尼的那邊 有這麼多吃這隻魚嗎 沒有,這隻是太平洋海的 即它們那邊是否屬於沒有… 對…這隻魚主要是從日本到澳洲 但它也是一種蚊蚊 所以其他地方有另一種類型的魚 但就不是這隻 我打算搭高它,讓它更漂亮 我們也調一下味道 少許鹽,還有少許胡椒 我們可以直接放上去 現在的醬汁也差不多了 你看到開始出水了 開始乾身,開始黏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搭起它了 好,先搭起第一層 就可以放上去 我們再搭上第二層 其實當地是否這樣搭著 也可以這樣搭著 因為這個醬汁的味道可以… 兩邊的味道都可以滲透 我們之前已經調校了焗爐 去200度,是高溫的 我們把整個盤子放進去 焗大約15至20分鐘 這樣就可以吃了 對於西西利的印象 我看到西西利是意大利的南部 而且是盛產檸檬 但我還沒試過當地的食物 這次非常有幸 可以試一試西西利的橙魚 我很期待 西西利的橙魚最特別的部分 就是本身西西利的歷史文化 他們的飲食文化比較國際化 以及有很多不同因素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魚 會有甜、有鹹、有酸、有辣 就是比較有複雜的味道 往下將會溫透 那麼激迫,難怪我 我會吃得太多 SI的 我會吃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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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得太多 真的是那樣 我會吃得太多 例如鹹魚的呢 鹹魚這麼重的口味,真是適合我 那就對了 我做一個意粉,永世難忘 你一定會 一定沒問題 今天我們繼續西西里的題目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傳統的西西里的番茄 我們有意大利番茄 我們有些麵包,我們打麵刀糠 當然是橄欖油 這個會跟著意大利鹹魚 鹹魚 我們還有一點芝士和蒜頭 這個菜式很快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先把麵煮好 現在水剛開始滾,我們就可以加鹽 我經常跟觀眾說 煮意粉要加多一點鹽 為甚麼要加鹽味一開始 不然意粉沒有味道 味道不好吃 所以很多人只這樣加一匙 其實沒意思 你要把鹽比較闊 計算時間了 正常的芝士通常要大約八分鐘 這裡剩大約兩人的份量 我們要有點急 因為我們只有八分鐘時間 麻煩你,阿希 你可以幫幫我倒入攪拌機 幫我打碎它 於是我就開始切材料了 Jacky,這道自製麵包糠有甚麼好處 很棒 吃麵是軟的,而且有點韌 現在加上一點脆 吃下去的口感就很棒 這道菜要用嗎 你把它丟掉吧 你把它弄壞,丟掉 丟掉 Jacky,這個麵包是否自己焊過 才再把它丟掉 對,我把普通的多士烘一烘 讓它不太濕 然後打碎它就可以了 好,完成了 這樣就倒進碗裡 稍後就可以用了 好 我把蒜頭切好 現在把鹹魚切好 其實鹹魚有甚麼特別 鹹魚在地中海很多國家都很喜歡用 例如希臘菜、葡萄牙菜 其實葡萄牙的鹹魚是特別有名的 西班牙菜,當然是意大利菜 都會用 它會給予一種耳朵的味道 耳朵的味道 對 但通常意粉都… 好像比較少聽說會加鹹魚 少一點,只要以意大利南方 便會用這種食材 北方便會像傳統西餐桌 現在只剩下幾分鐘 麵包 所以要快一點 第一,加了橄欖油 多一點也不怕 油還沒熱之前 我已經放蒜頭 讓它有更多時間出味 如果油已經熱,很快會焦 把蒜頭放進去 把蒜頭放進去 Jacky,其實這個鹹魚 意大利和香港的鹹魚有甚麼分別 第一,香港的鹹魚是乾的 所以它更加濃味 而且可以說有一點臭味 對,有一點 但意大利鹹魚主要是油浸的 所以它有腥味 但沒有那種發霉的味道 其實是否很難買 也不是,它有很多方法去買 它有一瓶裝、罐頭裝 還有像牙膏一樣擠出來也有 牙膏那種就很方便了 很香 我們看到蒜頭開始甘香 而且你聞到那種香的鹹魚味 開始出現 我們就放在麵包糠上 這樣就可以關火了 因為麵包糠閃著眼睛就焦了 你覺得是有點乾的醬汁 不夠的話,我們可以再加點橄欖油 我們就讓麵包糠閃著味道 而且在熱鍋裡令它更脆 現在我們加一點意大利鹹魚 Jacky,這隻鯪魚 人們好像說比較腥 有甚麼方法可以… 不太腥嗎 我們煎的時候已經有很大的幫助 它已經不太腥 如果煎至它這麼香 平時如果是凍用的話 我們會加一點 你就吃不到腥味 你就只能吃到魚媽咪的味道 譬如我們做Stay Tata 或是做正宗的Scissor Salad 也會加一點 但你吃不到魚味 明白 好,我們也有一點新鮮香草 我們就可以把麵放進去 麵都已經很準備好了 直接放一鍋 有一點意粉水也不怕 直接拌下去就可以了 對,我們要拋一下 好 好,這裡可以關火 這裡就可以開火了 當然煮意粉 我經常都要劫大家 留一點意粉水 它就像中菜打點的道理 一模一樣 少許而已 你會說要煮多久 現在只要煮一會兒 因為麵都已經剛剛好 你現在泡一泡麵 讓它拌勻 拌勻 拌勻 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立即上碟了 好嗎 加一點鹹魚 少許麵包糠 香草 我看見有兩個配料好像還沒用 對,我們通常會加一點芝士 你也可以用芝士 但因為今天我想令它更美味 我會加一點芝士 所以這兩個是不同的品種 對,再特別一點 這是一道新的產品 冷凍乾的芝士 試一顆吧 好 這個真的很美味 好像沒見過 這是新的產品,香港也剛好有 挺好吃的 對 挺好吃的 這是純粹芝士 我們可以放一點這個 好像在吃薯片 對 因為這個芝士本身有麵包糠 已經有脆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再加一點脆的芝士 就更美味了 最後我們加一點橄欖油在臉 讓它不要黏起來 這也是很平常意大利的煮法 煮完後再加一點橄欖油 加一點胡椒 然後再加一點香草 有些人真的喜歡吃這種鹹魚的味道 如果是的話 其實也可以再放幾片上去 那這個純粹芝士就完成了 意大利人喜歡吃他們的鹹魚 跟香港人喜歡吃鹹魚 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它們是Jerco的味道 而且當然在歷史、文化 還未有雪櫃之前 你要想辦法如何保持食物 因為它是有保持的 所以它在意大利菜的歷史 是比較長的 而且很習慣這個味道 其實本身也不抗拒吃鹹魚的味道 也是用來送飯,挺好吃的 不過我還沒試過意大利的鹹魚 看看跟香港的鹹魚有甚麼分別 我們這次就嘗嘗西西利菜 好 第一,就是這個麵包糠鹹魚意粉 很簡單的菜 我怕觀眾會覺得會否太鹹 但你沒辦法 南方的意大利菜 就是這麼清淡、這麼簡單 它的特色是有少許麵包糠 所以有少許麵包糠鹹、脆脆的口感 意粉是偏硬一點的 然後吃到脆的芝士 對 很棒 我這集特地找這道冷凍乾的芝士 讓你們嘗嘗 剛才那種鹹魚就這樣吃 真的很鹹 但我覺得加上這個意粉 就是表面有一層 有少許鹹魚的鹹味 這個魚沒有人會這樣吃 很濃、很腥 但如果用少許跟其他東西 那就不同的說法了 它就能給予一種 真是你媽媽的味道 而且因為沒試過意粉配鹹魚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其實鹹魚意粉有幾種不同的做法 今天是我們做西斯利的做法 意大利的南部 亦有幾種做法 都是有這隻鹹魚的 我們先嘗嘗魚 我夾配菜 其實這道菜是配菜的特別 有提子乾的甜 有橄欖的香 有香檸檬的脆 其實這個醬汁真的挺適合 這個魚的配合 我覺得一入口 最鮮的味道是蕃茄和提子乾的味道 就是先甜了 後來慢慢有一點鹹鹹的 而且可以吃到魚的質感 我很喜歡提子乾的味道 我覺得很配搭 而且是很豐富的 入口後 差不多咬了十多秒後 你才能感覺到 我覺得這個魚 有些橄欖、酸豆和松子 可能香港人普通吃飯時 可能有機會看到這些便會不走 但我覺得這個菜真的不可以失去 失去就不是這回事 對 馬上吃虧了 真的感謝Jacky 今天帶我吃意大利西西里島的菜式 因為我真的沒試過 吃西西里菜就算了 不要加入西西里黑社會 真的嗎 好 再見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